市長有什麼要先發表的談話? 是這樣啦,關於這個松山分局的事 警政一條邊,局長分局長的任用罷免或是調犯 那是警政署的職權,這個我會表達尊重 但是我還是認為,遇到出事情的時候還是調查清楚再處分 特別是我們常常要做這個叫RCA,根本原因分局 事情的來龍去脈搞清楚,再做懲署 松山分局中輪派出所其實我常常去 因為我每次去外面視察的時候 如果在交通上不方便,有時候暫時會停留在警察局 中輪派出所我常常去 就我認識的基層的員警,絕大多數都是奉公守法 很認真在做事 所以有時候坦白講,如何支持警察可以公正的執法 才是我們長官要去努力、要去思考的 市長可以請問一下,因為你為什麼會臉書特別提到 為什麼一個所長要湮滅證據,受到什麼壓力 你指的是有高層涉入嗎? 以及為什麼要講說所謂的賞罰不公、聲簽不明導致緊急問題 其實我也不想去做太多批評 其實這些縣市首長有抱怨的也不在少處 像台南兩年就換了四個局長 我相信以我對黃偉哲市長的認識,他也不會喜歡這樣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還是那一句話,如何支持警察可以執行公益 這才是我們政治人物要去努力的 警戒的事情我也不願意去做太多的批評 但是總是基層員警還是有抱怨 市長請教下,你剛剛提到說事情調查清楚在進行成熟 局長他有自行處分,這個部分說市長你決定好了嗎? 這也是我當市長當六年裏,我覺得這是我有改進的地方 生氣的時候不要下決定 常常有時候看到一件事情就被表面的那個 我倒覺得是這樣 把事情真相調查清楚 再來特別是根本原因分析 我也不認為說一個所長大非周章去什麼刪除檔案 但是我的態度是這樣 作為科學家不預測立場 有多少真相,講多少話 所以還是那句話,生氣的時候不要下決定 所以我還是主張調查清楚以後 所以不要再遇到這種外面的政治壓力 隨便要把誰免職 我覺得這不是對一個國家公務員該有的態度 市長你會這樣講是因為覺得所長有點像是替罪羔羊嗎? 因為現在就傳出好像有重量級的藝人涉入去搓湯圓 讓警察跟黑道坐下來是不是在指責金時期? 你有聽說是哪一位? 還是一樣 我也不想多說什麼 有多少證據講多少話 還是那句話 我們當長官的生氣不可以下決定 第二,我們不要因為受到外面有壓力 他就隨便拿基層出來抵戰 這是不好的文化 市長北投分局要跟你請問一下 因為趙介入居然可以拿到筆錄去問罪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吃案文化 甚至黑道有點漠視 你會覺得有點管不動的感覺? 這個就要查 還是那樣 所以如何保護我們的 不要說保護,應該是支持 如果支持我們的警察 可以執行國家的法律 這才是我們政治人物要努力的